大家好 昨天去花卫市场逛了一圈 花店的老板送了一包好东西给我 这一包好东西就是多肉的叶片 因为这个多肉比较贵 是新品种 所以就没有买 这位老板直接送了一些叶片给我 现在准备了一个鸡槽 还有一个花盆 拿来给它做繁殖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多肉 反正说是非常贵 所以说也没有打算买 这老板比较好讲 送了我一包叶片 多肉的叶片来做繁殖 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叶片 放到这个土壤里面就可以了 这种比较大的直接用营养土 直接摆在这个土壤的表面就可以了 这个就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一些 这些就比较小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种叶片小小的 如果大家遇到有好的多肉品种 嫌疾太贵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捡几片叶子回来就可以了 好了现在已经全部处理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如果大家想防止的话 不妨尝试一下 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 很快的就会长一些新根 找一些新芽出来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后期我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 后期的养护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